人愛鄉所在看,有個大多數都是關山 除了土地、松苗以外 亞生黨不跟原住民拍攝的傳統 是造成當地基民一部修身 就違反松苗法 也是亞生黨不保護法的主要原因 也因此,南道官政府跟南道的興奮意 特別尊對這些問題 在人愛鄉基盤法律選手作單位 一方面聽出民眾的意見 我們辦這樣的目的 除了達到法律宣導的目的以外 我們是真正希望能夠解決 我們相信各種生活上的問題 能夠把這個問題藉由宣導的平坦 達到解決的一個目的 作單位中,除了最簡單為水民法令規定 也算到民眾用意違法的行為如何撇遍 開放讓民眾發言拿出日本的時間 就有多為民眾奔罷資訊 目前頭初若沒有案件不斷發生 主要是處罰太輕 但是原住民只要拍攝違法 不可以就是當法跟拍行 法律吳明憲無公併對台灣主民 怕辣傳統文化陷害 零無幾單位啊 反正就注重這個寡衛野心法 那麼多的這個 這個中衛的聖女洪多山 兩個雞就沒有了 那個幾千年幾半年就沒有了 你這個野心動物啊 這個動物都會生啊 就是說我們這個動物是會再生啊 可是為什麼我們能恭喜這個部分 是會倒霉的部分 那為什麼對於這個幾千年來 人長益豬的這個 這樣一個重要的一個國家資產 或是有價的數目 就是這樣情形放下 這個我想在原住民地區 這樣的方法是非常強烈的 他的行者是不是過輕 這個當然可以討論 那也許我們鄉親都認為說 這個罰則太輕了 那這個真的一定要透過修法 山地鄉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習慣 都跟山內有密切的關係 民眾也希望政府 可以收益不適當的發言 尊重原住民的傳統方式 也才可以每個山內保有的目標 既然王教姓蔡宏報道